好,我们现在讲到中国跟印度之间的问题 中国印度之间的问题 大家一直很关心这件事情 中印之间会不会进一步的爆发了第二次中印大战 老师必须讲 中国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 在这段时间广泛的在亚洲地区 最后亚洲地区 他们我们非常在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国家 他是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人口很多 你也是人口大国 那你当然就富含了一个经济的一个蕴藏量 那这里必须跟各位说明 我们之前谈过的印度主题 老师之前曾经谈过印度的视频 虽然没什么人看 但是有谈过这个视频 里面主要谈到的就是说 印度的环境跟人口给印度非常有利的条件 他的环境可以种植大量的农作物 他的语言的基础 印度文的基础 可以让他们在研发软体的城市语言 有非常好的先天条件 还有他的人口数的庞大 有多少人口你就有多少市场 为什么 每人一张嘴 只要三个人或五个人买你一样东西 你就发到你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所以说这么大的经济体 无论是非洲 无论是印度 无论是中国 都是因为有人你才有经济 所以说人口红利 是一个国家要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说像中国现在开放的二胎怎么样 他必须维持人口的数量 让他成长不要太快 也不要太慢 维持人口的实力 你才有办法让国家持续的发展下去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这个印度 讲到印度他这个文明古国 现在之所以近代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要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 惨败于当年几乎是残破的丐帮士兵 也就是中国解放军的首相 他其实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还有他的原因在这个理念 首先是什么 首先印度他的种姓制度 维持了千年的政治稳定 这个对他的社会稳定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却扼杀了印度这个国家的 世界上的进步 当高种性的一些 比如说婆罗门或撒地利 这些高种性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仰尊处优的时候 他就不会容许其他人改变了 他们生活的现状 也就是说每一个王朝的崩坏 贵族阶层永远是祸首之一 不只是印度 也包含了商朝 也包含了周朝 包含了每一个历朝的历代 都是因为贵族 无论是大英帝国 法国或是中国都是如此 改变了永远是中下阶层 他对于生活的期望跟动力 而相对的权贵阶级 他们的诉求 当然就是所谓的一成不变 而商人是这个角色就很重要了 商人是负责捣乱这上下阶层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他要造成社会阶级的流动 他才能产到这些利润 也是最好的成长的推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商业发达的国家或是地方 无论是小国或是大国或是一个经济体 他的政治稳定度就会相对的混乱 为什么 例如我们先看到过去当年的大英帝国 他的商人走遍了世界各地 以及中国大元帝国 当财富会集中在没有实质统治权 他不是贵族 他也不是执政者 没有实质统治权的 而且他也不负责生产的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负伤 那么他就有能力去可以改变掌权者的动向 也可以指挥生产者的一个模式 那么稳定就不是这些人想要的结果 因为变动才能产生的利润 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老师之前在中美贸易战系列里面的第五集 很多人还没看过对不对 回去看一下 提到了美国的幕后黑手 也就是所谓金钱帝国的行程 就是美国的联准会 也就是负责应美超的私人单位 联准会 他不是美国的公家单位 他是属于一个私人的企业 私人的单位 这个你一定要记住 他主导了美国他最实质的经济 不是美国白宫主导的美国经济 是联准会掌握了美国实质的银行业 跟他的经济 而他背后的罗斯柴德家族 也掌握了许多国家 不止美国他们的印钞权 那么对于世界而言 当美国成为了世界货币 使用美国结算的时候 无论你买卖什么 用美国结算的时候 就相当于把你的资产 无条件的奉送给联准会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用他印出来的小纸片 来换取你的劳动成果 跟你国民所成长出来的结果 所以谁不用美人结算 谁就是美国的敌人 也就是他们联准会的敌人 那么中国这个万恶共产党 以及俄罗斯这个大灰熊 当然就是首当其冲的美国的敌人 为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用民主跟共产 这些普世价值 对上你这些极权主义 就可以冠冕堂皇的跟他做敌对 这个就是背后的一个实质原因 我们要看事情的时候 永远不要看他表层 别人告诉我们的主意 而是要看到后面 他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印度的主题 印度在这个主要是以宗教来治理的国家 百姓的市制率是比较低下的 就过去而言 印度这个地方统治是非常容易的 为什么 你只要拥有技能 或是你愿意努力 那么你就算是无知也没有关系 因为无知又会做事的东西 是最好的牲畜 这样讲的有点贬义 但是没有办法 就像以前在非洲 他运到美洲去这些黑奴 就是不要他们受教育 因为你会劳作 又不试制 就很好控制 能够控制你也就是牲畜 而且这个牲畜绝对比牛羊更好用 为什么 因为他还会自我繁殖 你看看 自己去找对象 然后自己繁殖 那么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劳动力来源 但是近代却发生了几个很大的质变 就是什么 网路时代来临 在印度也会发生 在过去 你在印度生活 你只要付出了劳力 吃饱你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你后面要怎么去娱乐 其实但没有手机 没有网路的时代 你可以去印度的小剧场 看看他们的说唱话剧 一个人坐在中间开始唱他们的歌 日子也是很好过的 日子也是很滋润的 平平淡淡 但是吃饱喝足可以了 那时代往前进步一点 看看什么 看电影 电影也是什么 手撕中国佬 对不对 也是大快人心 随着网路时代来临 印度开始普及的使用手机 也就是智慧型手机 这个机具对他们的社会产生了动荡 为什么 因为你要使用这些智慧型手机 那么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必须能够试制 你要看懂手机上面写什么 你才能点哪一个 然后你才知道说 他有什么样的功用 过去你看戏剧 唱那些印度歌 跳一些印度舞 你用听的 用看了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操作手机 你就必须试制 即使你没上过学 你为了玩手机 对不对 你就必须试制 现在很多小朋友 他可能还不认试制 但是他会操作手机 为了什么 为了要看他的游戏 那么没上过学 为了玩手机 你就会学会试制之后 你的思想就打开了 你会接收到很多很多新的资讯 你不会再一味的被一些单方面的资讯 所充满你的想法 而是有很多很多东西 会开始让你去了解 获得很多的观念 而人在穷困的时候 他的欲望就是进步的动力 所以印度他看了 美国有好莱坞 我就有宝莱坞 手机市场 你会造成一个Facebook 我就我自己的好朋友 所以说他们的本土的APP 他新展的非常快 他们影视作品也进展的非常快 更加上他们的一个创意 他们的脑袋是穷则变则通 很多西方研发出来的新药 很高效的药 在印度很快就学民药 为什么 因为你拿他没办法 他就是这样的社会 你拿他没办法 就像坦白说 20年前的台湾或者是中国 你电脑里面用Windows 你哪一个是用正版的 你多少人用正版的 摸着良心给出来 对不对 一样的事情 所以说 现在印度就不这么好管理了 因为什么 资讯流通得太快 人们不再是像牲畜跟牛羊一样 这么好的管理了 而在百事四字 但是学士程度不高的状况之下 他就变成很容易煽动 另外一个变数 让印度很难发展 就是什么 所谓的民主制度 为什么不是老师一直在说 民主制度不好 我们看事实的真相 比如说老师过去讲过了 民主制度 他的成就 是必须基于在封闭 而且你的学士 是在一定水平上的群体 你所大部分人所参与的状况之下 你所做出来的民主制度 才是真正符合大众所需的民主制度 而印度的民主制度是基于13亿人 13亿各位 印度有13亿的百姓 而且大部分属于贫困文盲 甚至低知识分子 没有几乎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百姓 来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民主 这些人他可能可以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有可能他可以分辨出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但是他却不能够一定能够判断 所谓社会上的是非 或是国际上的是非 由这些人选出来的政府 那么他为了维持他的权利 他就必须去迎合这些百姓的观念 否则他就会在下一次失去他的权利 而他又如何能够做对的建设呢 不行 因为对的事情 不是这些人可以想得到的事情 有远见的是精英 看到现在的是我们一般人 所以他不能做出对的建设跟对的手段 所以说民粹成为了治国的唯一手段 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首先怎么继续怎么做呢 首先必须压迫非印度教的种族 所以他们在印度的政治里面 印度教是一个很直接的分水岭 你只要不是印度教的 就哪怕你是印度人 我们都要去排挤你 因为你不是印度教的 这样你才能讨得印度教的欢欣 而印度教占的印度的人口70% 这么大的实力 这个是非常大的实力 然后又必须的去跟中国去讨起事端 然后来往让他现在在印度本身的疫情 跟他的一个社会经济崩溃的因素 让原本生活难以为继的百姓 打他一句强心针 说什么 有政府请放心 我们印度士兵正在努力的在边界守私中国了 一个政权永远需要百姓心中树立一个敌人 在中国需要守私鬼子 在印度需要守私中国人 撕来撕去他们都不希望百姓对他作对 而我们看到的综艺战争这件事情 印度真的打算跟中国全面开战吗 老师敢这么讲 就是你把印度总理莫迪把他皮给扒了 把他属中三下都全部请出来了 他绝对没有半点要跟中国开热兵器 打实体战争的打算 为什么 因为国内的百姓正在挨饿 他也没有办法去动员这些人 疫情也在侵蚀着印度 而印度又面临到了蝗虫之灾 四处的在农村附近吃大拜拜 大请客 让印度同时遭逢了饥饿以及瘟疫 印度金人你再神勇 他都没有办法有足够的后援跟良想 来说去支持他们打任何一个战争 所以说他不要说去侵略中国 跟中国打热兵器战 他连防卫中国是不是真的是哪一天抓狂起来 往印度打过去 他都有极大的难度了 印度现在最大的国防依据是什么 是依据他国内的有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新冠病毒 因为你进去你就谁进去谁出事 另外一个就是印度他是核武国家 他是有核弹的 他即使救不了自己 他还可以毁灭他人 所以从这层惯性之下 印度老师可以说至少近20年 他不用去担心占领他人 或是再次沦为殖民地的问题 而中印之间的战斗 印度无论任何方法的去叫嚣 最终他也只能重重拿起 轻轻的放下 为什么 很简单问题是因为 即将来到了冬季 冬天 在这个中印边界 任何会活的生物 都难以生存了 就极少物极少数的生物 可能可以在那边夹风中久生存 为什么零下40度你要怎么活 你要怎么活 说到时候你不要说是打仗了 但那边的少部分的驻军 你能够活下去 才是最大的生存挑战 而印度他有没有能力打 或是没有能力打都不重要 因为中国他没有意愿打 市场混战10年之内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除非有一天印度真的 能够出现一个强人领袖 至少要像菲律宾总统度特地这样 你能够大刀阔斧的 去做好内部的教育跟市制律 还有他们学识程度拉到一定的层级 就像中国一样 就像台湾一样 我们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两方面的领导者 都在没有在战争状况之下 尽力的拉高了百姓的市制律跟学识 你比如说在过去 在台湾你师范大学毕业 你一定铁饭碗 你一定是老师 在中国你大学毕业 就一定会给你安排工作 在这个刺激之下 大家一直不断不断的 去让百姓的学识程度增高 所以说现在才有一定的国力 说在蒋经国之后 中华民国维持了几十年的经济强权 但是现在没有了 那当然莫说是我在文革之后 中国的改革开放 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这都是不只是人民的勤劳 论勤劳 你可能不一定赢得过印度人 但是 都叫学士发展 那亚洲 亚洲这个中港台这三个地方 的确是一个非常可圈可据的地方 所以是说 除非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印度真的提高他的设置率了 百姓的程度跟文化素质也提高了 那他才有可能是往下一个阶段迈进 在此之前是非常难的问题 好吗 你没错 好吗 好吗